香港很多人都被濕疹困擾 尤其是很多小朋友 我們看到的皮膚發炎 有時候都很肉赤 濕疹的原則 第一不是去醫治或用藥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平日的照顧很重要 所謂照顧真的要 任何時候是不要被它乾 但也不要被它黏 譬如香港是一個很大層的地方 你如果出去走完街之後 真的要去洗乾淨 但一洗乾淨 如果這樣就可以去乾 就不可以了 就要馬上查一些 一個是最簡單 最溫和的潤膚的東西 一般來說 一般沒有那麼高的油質 就會比較好 因為油質本身有時候都會刺激 我們的目標就是盡量不會發 但如果一萬一發的時候 就盡快用一些足夠強度的 一些類股醇 那類的藥膏去壓抑它 希望可以在幾天之內 就已經壓抑了 其實我們見很多 有些很差濕疹的朋友 如果它可以照顧得 好一段時間 但一段時間不是說幾天 那些 我們是說幾個月 半年一年 如果它是少這個發炎 它的皮膚 其實真的會慢慢 是越來越 硬正 越來越沒有那麼敏感 那麼它們會減低它那個社會有事的密度 而且會不會那麼嚴重 那所以呢 濕產是一個要花很多心機 大家一起去照顧的東西 但是呢 絕對是一個其實 是有辦法可以改善的 不過就真的要 當事人要自己努力 如果是小孩子 父母都要幫忙一起去照顧的一件事